每年九月十月柿子紅了 曬柿柄的季節也到了 金黃飽滿的石柿牛心柿遵循古法 天然日曬風乾祈禱九天 用大自然的力量鎖住柿子的香甜好滋味 一顆顆柿子吹了酒匠風曬足了太陽 這樣黃澄澄的一片就是新浦十月最漂亮的風景 日曬場上每一顆柿子排列整齊 用力的吸取陽光 經過繁複的加工 就成了口感Q彈又香甜的柿餅 柿餅的故鄉新浦 數個產銷般產品一字排開 年產量可達五百公噸 產值上看九千萬 產量今年會比較少一些 結果又碰到颱風來攪集 今年的產量會減產的差不多三分之一 口感方面的話 我們新浦的柿餅它是最讚的 現品的市值也好 都是技術一流 同時都能夠在我們這個 天氣九降風來臨的時候 自然的風乾 所以品質優良 趁著十月市餅當紅 有新竹在地客家人張秀鈺 創作的兒童繪本 阿婆的燈籠樹 也同樣驚慌上市 婆婆和小孫子 開心的採著 像是一個個小燈籠的柿子 傳統三合院內曬著市餅 木科版畫搭配鮮艷色彩 匯出了新浦小鎮最美味的風景 從九月中到年底都是市餅加工期 歡迎大家走一趟新浦 品嘗九降風吹出來的在地美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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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